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有种公开处刑叫关小彤杨子同矿,身材对比惨烈,超模vs网红。 娱乐圈里面着实也是一个圈,因为很多演员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的, 所以甚至还分将这户圈或者京圈之类的, 而关小彤以及杨子和杨幂这样的存在,无疑也是京圈里面的翘楚人物。 虽然说很少会在公众场合通况或者表现得很亲密, 但是其实私下关系都是很好的, 之前的时候杨子和关小彤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也是全程都粘在一起的, 很多人这才吃惊于两人的关系。 只是现在的关小彤已经今非昔比了,发育出超模身高之后, 她还努力地健身保持着超模一样的体型。 一起来看看吧! 以前关小彤因为身材高挑加上有点肉感, 在视觉上经常会给人一种肩宽的感觉, 甚至那时候和身材还不怎么瘦的杨子同矿的时候都会显胖。 照片里面的关小彤穿着一件银色的亮片短裙, 长袖短裙却是版型比较宽松的, 就会显得衣服有点皱着。 而一边的杨子则是穿着很遮肉的白色一字肩长裙, 感觉两人这照片还真的有点公开处形的感觉, 但是总体来说杨子看起来还比关小彤瘦。 但在关小彤找到适合自己的衣着风格后, 彻底的逆袭成为拍照杀手, 之前还有一次两人在一起拍摄综艺节目时也是一拍即合。 相片里的关小彤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碎花连衣裙, 短裙也显得自己一双长腿很有优越感。 长头发做出来的图案也会显得精致很多, 一边的杨子则是身着白色连衣裙, 配上一件夹克来遮住自己手臂的坠肉, 看起来有点臃肿。 这种对比着实令人讨厌, 还有一些网红vs超模的感觉。 现在的关小彤同框的很多的女明星几乎也很少会输了, 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王牌对王牌的固定嘉宾, 也和很多女星都有了同框的机会。 上次同框身材也很好的张佳妮, 照片里面的关小彤穿着一件银白色的亮片吊带短裙, 修身的设计也显得腰细腿长的。 卷发也让她显得很有风情, 上扬眼线也加分不少, 一边的张佳妮则是穿着一件银灰色的流苏亮片短裙, 看起来有点拉丁舞蹈服装的感觉, 短发加上长款耳环也会显得很精致。 即使有时无法碾压一些其他的女明星, 但至少关小彤已经可以靠着身材做到了评分。 而且杨子还在努力, 上次去机场的时候, 其实身材看起来也很一般, 穿着紫色的短袖衬衫, 配上宽松的牛仔长裤和白色球鞋。 外形依然显得很接地气, 配上腰包和丸子头饰发型, 感觉不像是日常的女星打扮。 关小彤和杨子也是很有缘, 两人都是同个大学毕业的, 上次出席母校活动的时候关小彤的身材也是看待了很多的校友。 黑色的西装款连体短裤搭配上黑色的腰带, 瞬间身材比例就呈现很逆天的感觉, 宽松的裤腿边缘还有半透明的黑蕾丝设计, 加上一双黑色的细带高跟, 这腿也是长到没谁了。 不过关小彤的脸型偶尔还是会有点显得圆, 但是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几乎也和小时候没有分别。 其实现在娱乐圈还是很稀罕, 这种纯天然又有辨识度的长相。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